今天希望可以把剛剛的結果 比如說剛剛print出來的結果 不是單單只是說在畫面上顯示 顯示完之後你總不可能說 自己再複製貼在另外一個地方去 我是希望可以把它存檔 存檔的話有點類似這樣的 把它存在一個檔案裡面 也是文字檔好了 檔案名稱叫eng 底線一個rptreport 打開來之後 把剛剛print在我們畫面上面的這一串敘述 把它寫到一個檔案去 也就是說本來是print 現在就不是print 我們是把print出來的結果 就是存檔了 存一個.txt 這樣的話將來在應用我覺得就比較好用 因為你將來就是可以把很多的資料 你要看怎麼輸出 你就可以輸出存檔 所以其實在python裡面很多地方都可以這樣應用 不是只是單單print出來 看到結果就算了 可以存檔 而且存檔 其實還蠻簡單的 重點主要就有三行 ok 那這三行的話概念也蠻容易理解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三行 重點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這邊 可以看一下 主要是這三行 這個地方的話 主要的話在雲端白板上面 畫面先借給我一下 主要如果你要存檔的話 剛剛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呢 存檔的部分 主要是 第一個 你會發現 D行跟剛剛那個讀檔還蠻像的 有沒有 差別只有在後面這個模式有沒有 把原來的R改成W R的話是讀嘛 就read嘛 那W的話就是寫 有沒有 所以要一個讀一個寫 其實還蠻好理解的 那他寫的是這樣 他是先存一個檔案 再把那個字串寫到那個檔案裡面去 所以第一行是跟他講說 我要建一個檔案 檔案名稱叫eng底線rpt 那第二行就是 這個物件產生之後的話 那對應到一個方法 就叫write 剛剛是read嘛 write 那write 瓜糊裡面記得 一定要給他一個字串的變數 那這個字串變數裡面 其實就是要產生這個東西 然後把這個東西放在這裡 他就寫到這個檔案裡面去了 其實邏輯應該可以理解吧 那最後的話 因為我們這個檔案物件已經用完了 所以最後把它關掉 因為如果你沒有關掉的話 他這個檔案物件會一直存在記憶體裡面 所以理論上會close 當然你不close 其實程式也不會錯啦 只是說如果你這個檔案 將來要別的地方用 他會發現說這個檔案被lock住了 所以還是原則上關 所以大概就是這三行 重點 第一個應該知道流程 第二個比較重要 那s怎麼產生 其實關鍵來了 s如何產生 那跟各位講 s裡面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自串 有沒有自串的串接 也就是說呢 我基本上 我這個檔案呢 應該可以分成總共有四段 第一段是共有幾個學生 然後換行 再加上本班的總成績 跟平均成績 換行 最高分幾分 換行 有沒有 最低分 後面就不用換行 但問題 我們剛剛printer是分開來 總共四段 那現在是要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可能會牽涉一個問題 你要先把那個s給串 串在一起 怎麼做 其實也不難理解 我們來做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s的話 總共呢 第一個 我大概做幾個地方的串接 我把這個先恢復一下 我把這些都刪掉 基本上的話 串接的那個步驟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 我們先在哪裡呢 先在每個printer 反正呢 你就要記得 在printer的上面 做串接的動作 那第一次的話 就初始就可以了 第一次不用串 後面就要串 所以第一次的話怎麼串 s你就在每個printer上面加s s等於什麼 第一次的話 直接把那個雙引號 就是刮鬍裡面的東西 複製過來就可以了 那s裡面就先放什麼 共有幾個學生 然後呢幾位學生 記得後面 請你在那個字串裡面加換行 因為如果你沒換行 他便加在後面 ok 所以自己加反斜線n 就是這個 輸入完換行對不對 好那第二個printer在哪裡 在這裡 請你把第二個 所以特別說第二個換行的話 加一個s s必須把上面這個s的東西 再串到後面 所以記得s等於s加 這個叫串接 那加的話呢 就是再把後面這一串 就是print裡面的這一些東西 刮鬍裡面的東西 再串到它的後面 這叫文字的串接 反正就是串串串就對了 要記得就是有換行的動作 因為print本身會換行 但是 這個地方 串接不會換行 所以自己要加 反斜線n 那特別說這個加在哪裡 這個可能要加在format的前面這裡 刮鬍 有沒有 雙型號裡面這邊加一個 反斜線n 有沒有ok 那所以這個是第一段 第一個串 第二個就是要加s加上 把它串在一起之後 再丟到前面去 所以要變兩段了 再來的話第三段是在這裡 最高分對不對 所以最高分一樣要s加 然後呢 再加上後面這個敘述 不過這個敘述 因為是print的參數 第二個參數 所以記得後面把它改一下 改成加上 記得next回來是數字 所以要轉型 轉成str 刮鬍 然後後面再加後刮鬍 因為max回來應該是最高分那個數字 那數字如果跟子串串接會出錯 所以記得外面包 str str 把它轉型 再串 那後面還是要換行 所以再加一個換行 換行的話就是一個子串 反斜線n 好 快完了 再來的話 再來就是 在這個最低分的話再串 有沒有 然後最低分的話 最低分 這個方法跟剛剛那個一樣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豆點改成加號 然後改成str 前刮鬍 然後再加一個後刮鬍 把那個最低分的mini 先轉換成文字之後 再跟前面的字串串 好 全部串完了 所以s就有了 那s有了之後 我們後面就做存檔的動作 存檔的動作 s f等於open 所以以後 反正不管你將來是要開檔還是要寫檔 開頭都一樣 f等於open 然後再來什麼 給它檔名 檔名就eng 假設底線report就是rpt 點tst 然後後面的話豆點r 就是要寫嘛 然後我們就豆點 然後f已經產生了一個 f物件已經寫出去了 再來就write 把文字再寫到裡面去 所以打那個 w之後它就有個write 然後就選write 裡面加s 把上面這個字串 把它寫到裡面去 最後記得把它close掉 f點什麼 點close 其實這邊都有 所以你把它close ok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 所以上面 你要write出去之前 反正就是要鋪陳 先產生s 這樣子就可以寫檔 所以在python裡面 其實要存檔 相對起來並沒有那麼複雜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剛剛寫的這一段程式 就是假如說你怕記不太起來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雲端白板上面找到 在第五頁 第五個單元裡面的第五頁 這邊就有寫檔 也就是說你將來在python裡面的 做的任何動作 你希望把它輸出成一個檔案 那你就是直接把它存成這個檔案名稱就可以 那你想說老師可是我將來希望能夠這個檔案可以在excel開啟的話 那怎麼做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把副檔名 點tst 改成點csv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你點csv 它預設開啟的 程式就是excel ok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假設這個檔案 你要再交給excel做處理的話 那你就是直接副檔名 改成點csv 這個方法是最簡單的 你根本什麼程式都不用裝了 你也不用掛什麼東西 不用了 點csv 預設就是excel ok 這樣其實python跟excel 就可以很簡單的 完美的 做搭配了 兩者之間你可以 前面先python處理 後面再excel接手 其實倒也沒有什麼問題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 檔案的 儲存 存檔 在python裡面大概 這樣的方式 試試看